介绍第六章第十至第十一节 大声哭绝说 圣洁真实的主言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吸望门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刺吸他们各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作卜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 好了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另一个我想和大家作的反省就是 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你的角色是什么呢 因为你是祭坛底下被杀那些 要喊申冤 还是你是这个无依人 就是这些作卜人 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数目满足了的这一帮人 因为我们看到启述第十一章 两个无依人 他们一样是被杀的 为什么有两个无依人 因为他们穿白衣 白色细麻衣 所以我想说其实无依这个字原文 就是今天其实是麻衣 是细麻衣 其实我们知道在旧约来说 所有这些细麻衣就是白色的 所以你会觉得原来说到今天 就是这里所说的 就是其实最后两个无依人都死了 当然它不是代表两个人 是代表了婦人的其他儿女 里面是警醒的 里面是穿着细麻衣的 连他们都死了 里面可能是断百万或断千万 他们被杀的数目就满足了 但是我们在这一帮人当中 你的身份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其实我一路 希望将这套讯息 和大家分享的最主的原因 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的角色 是比这个第五人所说的人物 更加幼缘 我也希望我们的身份 比第七章第一到第八节所说的 这个十四万四千人的身份 就更加幽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原来 按着圣经记载 撒旦是真的要害死很多人的 其中最想害死的就是基督徒 或者你会奇怪 那它怎么害死基督徒呢 因为理由很简单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听到神的警告 但是它要害死基督徒的最好的方法 撒旦就是首先使到这些基督徒 它听不到神的声音 调转去听所谓专家的声音 当是神的声音 所以你要看到它死了 不断叫身冤 明不明白呢 不断叫有人害死我 神就报仇了 但是其实我想你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去维持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预备和警醒 我们不用搞到这样的 但是现在你就会明白 美国的Freemason是在做什么 它是使得全世界都变成淫妇 全世界既然是淫妇的话 当审判的时候就害死他们了 其实撒旦根本由创世的时候 就已经想做这件事 只不过在末后日子的时候 真的你会看到是成功的 但是神就让这件事变成一个残毒的大学 让这些不警醒的人 起码利用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段时间 去侍奉神 但是我们不用这样的 我们不用等到突然间 好像看到现实的残酷 我们才知道我们活在什么光景 我们看到这三年 真是众人皆罪我独醒的 我们真是知道现在将要发生的事 我们知道会样的铺牌 我强调铺牌的原因 因为就好像戏剧一样 这些铺牌是真的合情合理地 按着六印章要发生 无论是受害者 无论是这些阴谋的主使人 他们所做的会议的步骤 都是照启述所预言的 所以已经证明我们一定是那个时代 我们正是那个时空 但是问题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我们是这个小孩子 在急剧成长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小孩子急剧去面对 并且预备被神将我们提到上天上的时候 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正在读这一段经文 这两字经文 撒旦就是希望用这个方法 我再说一次 撒旦是希望用这个方法 将这个小孩子 都纳入这些会死的人当中 这就是启述第十二章所说 你猜他用什么方法 站在这个妇人旁边 他想着去灭了这个小孩子 他正在美国去控制美国 让美国这个复兴诞生的时候 就让这个的诞生 是完全在这个审判当中一样灭亡 但是你会看到某个程度上是成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法用在这个小孩子不行 因为神检选了一批警醒的 他们不需要再补考 他们被替了 但是他用同样的方法 去对付妇人的其他儿女 现在你明白吗 现在你看这段经文 其实撒旦本来用这个方法 对付你和我的 对付这个小孩子 对付全世界当中 很多将会成为这个小孩子的人 但是不成功 他用同样的方法 去对付妇人的其他儿女 而他有没有赢了 他有赢了 你要看这件事件记载 就是记载在启述第十三章 第五节 他说 又刺激他说 夸大舍族话的口 又有权柄 刺激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这个就是 小孩子被提了之后的时间 受奏开口向神说 舍族话 舍族神的命 并他的障磨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住在天上的就是 小孩子这个群体 他生气 他花了这么多时间想毁灭 这个小孩子都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警醒一群 警醒他得到 神让他们一早知道 神回来的时间 所以他们被提 他不需要主回来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好像贼一样 你看主回来的时候 对他们好像贼一样 就是主耶稣 难道对他们有所伤害 原因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 如果你不警醒的话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 就是对他们的伤害 因为我们看到 富人的其他儿女 就遇到这件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地上又有另一个故事 第七节就继续这么说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性 你想想 神是有意任凭他与圣徒争战的 那这里就是我们说的第五印 神有得这些人死吗 是啊 因为神预定了这个计划 这些不警醒的人 就在后面最后这个时间保效 所以很多人去看《乱点经》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明白 神你主宰了这么多东西 你掌管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这段经文又好像说到 很无奈 连你的圣徒都要死啊 神你无能为力 不是神无能为力 是因为这个残酷大学的时间开始了 这里所说的圣徒 就是在地上仍然和寿人一起的其他儿女 唯有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把权病赐给他制服各族 各民各方各各的嘛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所说的角色 就好像我们在启述第十二章所说的三个角色 就是妇人 婴孩和其他儿女 你选择做哪个身份呢 我选择做婴孩 我亦努力跟大家分享 将我所知的去告诉你 我未必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我尽量比任何人更加负责 去将我所知的去告诉你 用你能够明白的方针方法去告诉你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责任 这个也是你们的责任 你的责任不是要求我 吹毛求疵 鸡蛋去选择骨头 因为我已经尽量了我的力 比你所见的 甚至你是更加尽力 但你也要尽量你的本分 就是将你所听的 你所认同的 一起去分享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他在这段时间是成长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完美 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孩在母覆当中 慢慢引育出来 我们不是说他两粒细胞的时候 就要他完美 不是我们骗杀了他 神没有想着他对他教会这么做 我们不断不断成长 就好像我23岁半结婚 开始建立这间教会 我一开始根本只是一个少年人 我自己所懂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但我尽量去成长 成为今天的我 能够将一些本来 历到历世以来的一些奥秘 能够解得明和大家去分享 而甚至在这个时候 很明显神用我们教会 都是因为我们愿意成长 不单止我成长 现在是你们一起去成长 但是我们这个成长 对比那些还是在沉睡着的 那你能够想象了 谁会被看了 名字吗 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完美 就因为我们不是自愈自己是完美 我们尽量去努力 我们尽量去成长 我们尽量去分享 我们尽量去查考 我们知底圣经真理的话 我们尽量去做 我们不是完美 我们还没出生 但是问题 当我们愿意去成长的话 我们就成为这个婴孩一旦生的话 我们就被看了 因为我们整个成长过程 就是我们根本整个警醒的过程 但是问题 那些完全不警醒的呢 到最后会变成在祭坛底下的受害者呢 他就会和那些的圣徒 一直在地上争战的呢 就是那些不能够被看了 那这些人其实还有呢 等他们的数目满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要过这42个月1260日 又或者称为三年半的日子了 解说第六章第十至第十一节 大声哭着雪 食热即食日主 你不审慌住在地上的人 吸木门身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刺给他们 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见识 等着一同作博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 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心只想跟你共享 爱你的知人 试听你的声音 就是要 England 几时呢 所以我就宇宙的感到 tem 也如果在谈讯 我不是哪个真相 变成长阴谷筑 应该怎么回事 你不许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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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许检论 你不许检论 神亮你是我心灵光辉 与我心距随灰暗 去掉我心灵伤感 神亮你是我心情恶鬼 永是我心灵安慰 默默虽然似爱心 默默